这儿打得不错 回去好好想象动作 好嘞 谢谢教练 加油 你是来向我求爱的吗 我是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丽娜猜到你会来找我 她还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 那你能告诉我吗 那你可低估了 我们女人之间的友情 应该说我高估了 你们之间的理性吗 我有一点点 不能理解你的理性 蓝红不是你的前女友吗 她能不能继承遗产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帮她 你的意思是 人只应该关心 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 那如果这样的话 律师 医生这些职业 都值得怀疑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时间 都在干着 跟自己不相干服务的事情 非常有说服力 那天我们打球的时候 孙朝月说 她的哥哥已经病入膏肓 不记得人了 我不在场了 那你能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这件事情的吗 哪真是行 孙朝月她哥哥不省人事 病入膏肓不记得人 咱能不能聊点别的呀 我今天来找你 只想聊这件事情 我不想聊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聊 我想聊的时候再跟你说 谢谢 不客气 好 我上午茶 咱们过来 有那么早就休息 咱们只要朝骨头 我归人 好 谢谢提醒了 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哦 他空手而归 我还有点与心不忍呢 我请你吃饭 今天是我来群体上班的第一天 你呢 是唯一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话的时候 带着笑脸的人 我敬你 大家熟了以后就好了 其实我能看出来 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说吧 我也不认识他们 更谈不上什么了解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 一整天了 不痛不痒 不死不活的样子 玩他们什么事了吗 服务员 帮我加点甘蓝油 好的 您稍等 谢谢 我姐给我打电话 我接一个啊 嗯 好 喂 姐 我跟戴希吃饭呢 戴希就是罗宾的助理 你跟妈妈先睡吧 甭管过了啊 我姐这人啊 就怕我被男人骗 其实以前呢 追我的人还是挺多的 后来我姐夫出了事以后 就慢慢少了 其实也不是少了 就是鸟兽散 好像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事一样 其实我也跟他们说过 我们家的事是因为孙朝月欺负我姐 他们表面呢 就是一副不痛不痒的画 背后 已经难了画 没有这样吧 可彩老师没有这样吧 除了他 你还没想见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独是一种能力 有很多人想跟我交朋友 但是我不想把短暂的时间 浪费在没有营养的社交上 找找什么事 有喝酒的杯子吗 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就因为我让我的助理去找你 这表明你不尊重我 这表明我尊重你 如果我直接去找你 我们俩意见相左 你少来 我们俩本来可以直出兄弟的 那样才叫尊重 那看来我们对尊重的理解不太一样 你是说我没有哑亮 所以误解了你的好意 我没这么说 但我确实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居然会伤害到你 你应该想到伤害了我 你总是伤害我 伤害我完之后 你又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那我还有哪件事情伤害了你 并同时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你甩掉了我 你想在蓝红的事情上甩掉我 我没想甩掉你 我是怕你跟蓝蓝的关系 你跟蓝红都不怕 我跟蓝蓝怕什么 我们俩十年前就结束了 我们俩现在没开始呢 何在 就是一个模拟庭审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 行了 别生气了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什么别人 我在生你的气 你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 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生气 那么就是说你给了这个人 过高的尊严 他凭什么让你生气呢 因为我在乎 我才在乎你 喂 喂 喂 你谈过几个男朋友 一个 就一个 就一个 骗人 骗你这个干什么 就谈过一个男朋友 又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 你们为什么分手 因为他要出国 太帅了 我说这个分手的理由太帅了 我说你 我说什么 就是你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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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谎言就是谎言 不分善与恶意 你看你 好 那你就慢慢 拒绝你的痛苦吧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就当做是我来找你喝酒的吧 不 你找我肯定有事 加 Cut 一点点 一点点